今年他的成绩 整体上来说不错 世锦赛女双冠军 女单亚军 但是他也输了两场不该输的球 一次是亚洲杯输给冯天威 还有一次亚锦赛 亚锦赛那次可能有身体上的一些原因 但是作为国家队的主力 派你上场了 无论你什么原因输球了 就是有他自身存在的问题 所以刘世文需要这么一个冠军来证明自己 而且这是在奥运会前的 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个人的大赛了 那两人之前的交手呢 在国际赛场上是六次 刘世文呢是保持全胜 看来是有这个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我从我的理解上来讲 两个人都是以速度为特点的这个选手 应该说两人就是说快对快的时候 这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孔灵辉指导呢 这次也是随队带领刘世文 和朱毅玲去参加女子世界杯 但是这朱毅玲这次 明强也通过这个之前的国际田园网站 也观看了 朱毅玲和李娇的这场比赛 好像在场上打得缩手缩脚换都换失 确实放不开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正常 对于年轻选手来讲 到了这个关键的比赛 其实我们能明白他也能明白 就是想法有点多了 奥运会谁都想参加 但是一定要摆正位置 年轻运动员就是要冲击 就是要展现自己这个 有活力 有魄力的 在场上能够甩得出来 肆无忌惮的这种一面 如果你想法过多 这个可能和他的整个精力和年龄 就不相符 只有年龄大的选手 想的才会越来越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 在日本仙台进行的平衡球女子世界杯的决赛 中共刘诗文对石川佳纯 石川佳纯这次晋级到决赛 也可以说创造了日本女队 在世界杯上的一个历史 因为最早的时候 刘语文的时候在广州宣爱 输得了第三名 上一届比赛呢 石川佳纯追平了这个记录 那么这次他进入决赛 也就是创造了日本女兵 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了 以往刘诗文和他的交手记录来讲 是可以说是压倒性的优势 不仅是六次全部获胜 而且比分呢 基本上就没有打得过决胜局 基本上就是3比1 4比0 4比1的水平 可以说刘诗文 往往这种情况 获胜者 他在和对手再次相遇的时候 这个会给他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大家都认为你是跟他打没输过 完胜 就看刘诗文的这种心理心态 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调整 刘诗文的这种心理心态 石川家纯应该说现在是日本女队的一号单打选手 这个运动员他是世锦赛的时候 当年是跟张艺宁打的时候出道 对他赢了张艺宁一次 赢了张艺宁一次 一局 一局 这已经很难得了 那次比赛张艺宁一局都没有输 就输了就输给他一局 石川家纯的最好成绩 在事业杯上是获得了单打的第三名 石川家纯跟几年前比起来已经身体壮实了很多啊 石川家纯跟几年前比起来已经身体壮实了很多啊 单薄一些力量上特别是这个力量上面 砂板上面有所欠缺 对他主要还是以落点控制啊 和快速的衔接为主 好球 有这本第三板变线 好的 漂亮 压直线 拉住 拉住反手 变线 这球双双真是在比拼基本功 把这个相持球双双在落点 回合都超过了 普通的一些相持球 角度很大的球都可以救回来 而且这口气很长啊 一直冰着 一直顶得住 两个人都 大鞭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石川家纯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 也创造了日本女子乒乓球 在世界杯上单打的最好成绩 我想今天啊 石川家纯这个进决赛 首先他输过刘诗文 在国际比赛上那么多次 他没有包袱 第二个呢 进决赛是会有一种 会有一种这种 就是无形的特殊的一些兴奋感啊 这决赛打决赛的这种兴奋点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刘诗文 一定要准备充分 准备对方超水平发挥 必须在这个心理上 在意志上能够击垮对手 赵 毕竟石川是在主场过代 他的气还是很足 如果你投两局的话 和对手纠缠下去 那他这口气就会病得住 还是作为刘诗文来讲 还是想办法在前两局啊 就给对手啊 就领先 不给他那种看到希望的机会 好球 这次世界杯的比赛 因为小将 朱宇玲 提前出局 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 就输给了荷兰的老将李娇 那么对刘诗文来讲 压力就会更大 但是对于刘诗文来讲 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 就是单兵作战 在黄金的一次 就是一个人守住了冠军 中国队在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丢掉过 世界杯的冠军 他那里认为了 人是冠军的 是冠军的 这温度可以 这个球双方是在相持反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找一些正手发力的机会 但就是说反手你在相持的时候 你在落点上 在速度上能不能压得住对手 从而正手才能够甩手发力 刚才刘诗文也采取了这样的战术 这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 如果速度稍微顶不住的话 对手就有拉手发力的机会 发出力来那还是相当被动的 刘诗文必须要准备多板式 因为石川家城他的状态也很好 毕竟是决赛 大家就在此一搏了 所以这时候不要想轻易的说 能够在一两板 只要一发力就能得分 对方的基本功很扎实 最起码就像林强说的 比前几年肯定会有一些进步 磨也磨出来了 所以石川家城的球也一直是中国教练带出来了 在日本 你看他其实跟刘诗文很接近 有风格很类似 而且很早以前石川家城就参加过中国的甲鱼联赛 也在中国的整个的联赛体系里头磨练过 虽然他不像福岸打个冰钞 但是他参加过这二楼下 谢谢 謝謝 謝謝 跳 这球刘说慢了一点点 反拉是对的 但对方在拉的过程当中 这球拉在它的中间又偏反手一点点 如果没有完全到位 这个球确实保证不了这个球能够上台 这球是强行侧针 现在就是必须得坚定 得硬实才行 我想现在场上的情况 还是要从对方的反手位这块多突破 因为反手的它这块的一个杀伤力 它的变化 它的进攻能力 都会比正手要差 不能轻易给正手 连续 这个球打的 这一局的球打的回合都非常多 让人感觉看得眼花缭乱 真的是非常精彩 而且是第一局 双方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好的 高难度的正手一个反拉斜线 这球没别的 靠的就是平时的积累 每一天 每一堂训练课的一个积累 这几球来讲 卢诗文自身发力的机会 比十三加成小多 他为什么比分打那么胶着 还是自身出现了主持失忆 几次不应该有的失误 可以说是 比分打得很紧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第一局球 大家也都在试探 我觉得赢下来就非常好 这样压力就基本抛给了对手 那看你在第二局怎么处理 如果处理不好 我就是2比0 再一个 我想刘诗文 是不是在比赛的技巧上 在动一些脑筋 这球打的稍稍有一点平 对 他的能力 我觉得比十三加成 还是要高那么一点 是高 但是你在 比如说在比赛当中 这样的决赛 那么中国队比国外选手高 到底高在什么地方 是吧 你的精髓是在哪 精华在哪 这个关键时刻决赛的时候 就要把它体现出来 要四两拨千斤 要用智慧技巧赢得比赛 而不是上来就跟对方拼 看谁的基本功好 我相信刘诗文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一定能够打得更有策略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 这场决赛第二局 你看这两个球 并不是说你板板都要跟人拼实力 打得你死我活的 这样的变化 一个狠挫 当然不是依靠这个 来赢取最后的胜利 可是这球 这种球需要来这么两个 照样得分 让对方照样感觉到疑惑 这又是一个时间差 你看跟一味的快 它就不一样 停顿一下 一甩手 对方都不知道你要拉哪 给你给对方一个时间去判断 这就打出自己的节奏 打出自己的变化 因为乒乓球是一项纯技巧性运动 打比赛竞技体育 并不是说看谁的肌肉块大 谁更有劲 而是看谁更有技巧 谁更有策略 更会打比赛 更能够四两泊千斤 这局球一上来 石川家纯从头两个发球 就能看出来 他是想发弯球抢 但是刘世文应变得非常好 劈长搓 然后干扰了他的 自己所想的战术套路 一个是刘世文在第一局赢了之后 第二局上来 这个自然的就是场上的 我们说这个球势 场上的一种势头 肯定会比别人 比对方会更旺一些 那么从石川的角度 他的这种气势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就因为第一局的失利 他毕竟他是有联系的 有连锁反应 对 他还是心理压力大 因为我觉得 对他来讲 他输了那么多 他这局那么好的机会 还没有拿下来 会给他第二局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 你看第二局上来 他就想拼命的抢 可是刘世文处理的很好 没给他太多的机会 反而造成了他自己连续的失误 好的 这球打的就是让人感觉到 有灵气 对 刘世文全抢人的钱头了 你看跟刚才第一局的球 同样是相似 但是味道不一样 他更有灵气 他的突然停顿 突然轻 突然加速 给直线 目的特别明确 让打出 让对方 告诉对方 我想干什么 是我来控制这个球 不是说咱们俩就是 你来我往 你来往往 这么平淡的一个相持 好的 第二局的比赛和第一局完全不同 刘世文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打得更为放松了 然后发力很清晰 出手也更坚定 所以第一局很重要 特别在决赛当中 那么你像石川和刘世文 之前在国际比赛当中输过六次 他对第一局是抱有极大的希望 所以在第一局的时候 他拼的会非常凶 这个刘世文必须要做出这个困难的准备 刘世文做得非常好 这样刘世文轻松的拿下第二局 十一比二 刘世文现在是二比零 领先于日本的石川家淳 叫车化的舒适 多功能的空间 七彩生活 一步到位 风行S500全能家用七座MPV 中华V3 祝中国女孩夺冠泰旋 韩三宁幸福更进一步 北汽威望 亚洲足球冠军联赛赛事转播 由来自五菱的家用SUV 宝骏560 特约播出 今天之前的观众团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在日本仙台 进行的2015年 乒乓球女子世界杯的决赛 由中国刘世文对石川家淳 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我们说刘世文 这次如果能拿冠军的话 就追平了张一宁的一个记录 是吧 张一宁和王楠 同样都拿过四次世界杯的冠军 同时我记得马林 好像也拿过四次世界杯的冠军 对 男的就更难了 男的现在都除了马林之外 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1 2 上一个刘世文 对世界杯也应该有 这种特殊的一种情节 09年第一次 我印象当时在广州 在皇室 他在广州也拿过一次 世界杯 而且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距离里面会越来越近 获得这样重要赛事的冠军 无疑 对他来讲是血争性叹 既是增强了自信心 也是为自己在奥运征途上添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可以说 现在刘世文的发挥已经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了 对手怎么样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 应该就可以占得先机或者赢得比赛 日本仙台呢 是日本名将福元爱的家乡 在这个比赛开赛以前 福元爱还请中国乒乓球队 在他的家乡吃饭 传递了很深厚的一种友谊和中国队 中国队的所有队员才两年都签接了 还有其他一些朋友 比如说也进了东道主之谊 那么他到中国来打球的机会又特别多 参加中国国内的平朝联赛 经常也和中国的运动员在一起吃饭互动 所以也是留下了很深的这种感情 福元爱终于友好 也就是建立了很多 做了很多共享 很多共享 就是我们看福元爱的时候 有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外国人来看 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没错 特别媒体也特别喜欢福元爱 但这次福元爱有点可惜 他输给了德国的新秀索尔加 而且是在大比分三比零顶线的情况下 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被对方连班四局翻盘 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被对方连班四局翻盘 防止他的反扑 这是必然的 选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他是有一个心理的过程 比如说这场比赛 石川加盛有可能前两局很紧张 很想赢 很想赢一局 但是在经历了两局之后 突然想通了 释怀了 好的 这球角度很大 但是刘诗文是没有能够不要分 那么石川释怀了以后 他的球会打得很超脱 所以刘诗文还要考虑到 就像林强所介绍的 一旦反扑 发力 这局对石川来讲 尤为重要 如果这局能咬下来 还能够有一丝曙光 如果咬不下来 那么四局里边搏一局 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0比3落后 就要四局搏一局 就刘诗文搏一局 就可以了 我想刘诗文 作为刘诗文来讲 那不会轻易的 如果打到3比0的话 不会轻易的让比赛 还从自己的手指尖里溜走 那是必然的 日本乒乓球的体质 也比较独特 你像石川 包括福远爱 他们各有各的团队 各有各运作的一个班子 石川家纯也是 他有他的推广人 有他的按摩师 有他的教练员 有他的陪练员 有他的摄像人员 当然从他来讲 他压力也是比较大 得养活这些人 他这是一种方式 福远爱也是这样 要从中国请教练 请陪练 他们是明星制 等于是不像咱们是常年在国家队集训 他就是代表国家队打比赛的时候 征招你 报名就可以了 平时都是自己负责训练 生活都是自己 刘世文还是有底子 还是有那份踏实 你能够感觉到 你看他这个球打的 虽然落后几分 但他并没有慌乱 处理球比较合理 该发力发力 该稳一下稳一下 不像石川 是一看有机会 就拼命想发力 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他的动作变形 或者是发硬 出现失误 因为他比刘世文的球 还是要相对简单化 在日本去年还是前年在日本我们去转播比赛的时候在这个大街上还是到处都能够进行的 能够看到石川家存的一些代言的广告 就证明他在日本的名气还是很大的 之所以说石川家存现在成为日本的第一主力应该我觉得从成绩上是一方面 而且他带领团队的能力应该值得肯定 在2014年的东京团体赛上 福云爱因为受伤没有参加比赛 等于就是石川家存一个人带着日本队拿到了团体亚军 所以说这个事件也成为他成为日本队新的核心可以说 石川家存的发球还是有很好的质量 还是很有特点的 就是他的发球 你看他在发球的时候接触球的那一刹那 他的手腕前臂的一个抖动 并且发球发力的这个过程非常集中 也就是说发球好的人肯定是在接触球的那刹那 他能够使得上劲 全身的力气都可以使得上 发球不好的人 你看前面施挺大劲 到接触球的时候突然松了 所以他是有发球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 有一定天赋的 但是刘诗文整体上处理他的发球处理应该说很好 不管是搓百条你 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 对最起码他对这个石川发球的旋转 他摸的很轻 有上旋 有侧下旋 来 对 拉起来 好球 这样刘诗文啊 四两泊千斤 这个球一是判断准确 第二点呢是在拉的时候呢 很巧妙拉的这球啊很轻很薄 恰的好处恰的时机 如果你在零比零拉这球未必奏效 但十比九的时候这个球就显得特别难处理 球又轻又飘又转 林强你看完这局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这局一开始其实刘诗文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 石川看似有机会了 打到七比五的时候这个环节刘诗文突然紧凑了这个球 然后处理的也比较合理了 钉球钉的比较紧 一个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然后七比六叫完暂停以后 一直处于领先 石川加伸还是太想赢了 处理的太过于着急 最后一个球很明显 处理的那么轻 他还要拼命的发力 其实他回摆一下或者拖一下 变成相持也可以 但是他太想发力了 觉得是个机会 反正丢掉了 因为石川这发球的这种弱点变化 还是显得单调 一旦你发球不奏效 那是不是考虑到要有一些新的变化 哪怕是自己不擅长的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局 你看啊 通常来讲啊 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顶级选手 他的发球大部分 都是在这个中间 偏正手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 是追身的 特别男子选手 一般是不发长球的 长球 风险太大 女子选手还好一些 因为他毕竟 这个力量 杀伤力都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 那么乒乓球一发就在这个 正手位这个短球 只有这个地方是非常难处理 其他你发反手可以拧拉 长球可以进攻 这就是为你们专业 你看国际比赛 或者是这种比赛 你看发的基本上是短球 业余比赛发的基本上长球偏多 看看这个运气球 会不会给石川家层带来一点运气 世界杯的比赛是一年一次 会汇集各大州的冠军 同时世界排名 比如说前16或者前8 这样的选手是有机会参加比赛 世界杯中国队男女 只能各报两位选手 比赛的方法呢 也特别的简单 参赛人数不多 场次比较紧凑 男女的赛制是同样的 就是男女在世界排名 较高的前8位选手呢 是不参加第一阶段比赛 第二阶段将直接打这个 1 4半决赛决赛 当然也有风险 你比如说像淘汰赛 对 淘汰赛 朱玉玲的第一场 或者冯天威的第一场 对 有可能 冯天威第一场就输了 对 朱玉玲也是上了就0比3落后 连胜4局 险胜的匈牙利波塔 波塔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赛制啊 有好利是把双刃剑 有好有坏的地方 就是上来就淘汰赛 对于前8名排位比较高的选手 小组赛呢 是三个人取前两名 这样他们产生了 ABCD组产生了8个人 再加上不打第一阶段的 排名高的8个人 直接进入到1 4分之1 半决赛决赛 打4场球就可以拿完决赛 这几个赛是要赢到7场 7场 而且关键还有好多奸象 没错 体力消耗大 现在刘诗文呢 是已经打出了自己的绝对优势 但是对于石川家传来讲 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 他又把日本女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想未来再加上索尔加 萨玛拉这样欧洲方面涌现出一些新人 世界兵坛能够有一些新的气象 虽然他们这次没有拿到这个冠军 但是我想作为日本队来讲 也是非常值得庆贺一下 因为他们离他们所预定的目标 越来越近了 好球 这样 刘诗文获得了2015年在日本仙台进行的乒乓球女子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在继09年12年13年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呢 今天第四次拿到了女子乒乓球世界杯的冠军 可喜可贺 同时我们也祝贺刘诗文 刘诗文从莫斯科失利再到今年苏州市平赛的西败 这一系列的经历让刘诗文更加成熟了 的确这个冠军来之不易 我们也祝贺他 希望这个冠军成为他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明年里约能够大展宏图 也感谢林强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 观众朋友们今天转播到这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